今天天气很好 到山里来找点野葱 然后带回去租成教头 这种食材很漂亮吧 走累了休息一下 欣赏一下风景吧 路上还发现这种野生的西方林 不知道能不能吃 爬了一个小时的山 终于找到这种野葱了 这种野葱一般适合生长在 海拔两千米到三千米的山营地带 只是挖出来的样子 这种野葱群猪都是可以吃的 根须用来凉拌 根头用来炒腊肉或者腌制教头 叶子也可以用来煲汤也是不错的 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带回家去处理 先把根头紧出来 根须回头我们用来凉拌 叶子部分我们用来煮个鸡蛋汤 一定要多粗洗几遍 把它的粗皮给它粗洗掉 为了防止发霉 你还可以把它用刺泡洗一下 最后呢 加点花椒姜片小米辣刺银吧 这样呢 因食入停左右就可以吃了 特点呢 就是酸辣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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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